这本菜是什么书名我不知道 我还是推荐说 你若是要知道土壤与肥料 土壤与肥料 你若是说去不怕麻烦 你网络上面学会找土壤与肥料 有很多资料 但是我想说 买一本菜 买一本菜很简单 土壤与肥料 目前可能就是 已经出到最新的版本 是第九版 杨秋宗老师出的这个菜 这个土壤与肥料 我觉得这本菜就是比较简单 但是它简单 书的本身并不简单 深入浅出 所以若是说不是专业的 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是觉得你可以从这个 这个菜里面去 所以你可以 比如说要买 叫孩子 以前说有专业化波 现在可能很多人 不会有专业化波 很多孩子不会有专业化波 不知道什么是专业化波 现在都是这个网路上去买 那你就很容易可以去买到 大概五六百块 应该是大概六百块 最近我们有团购过 纯粹是一个义务的服务 但是你如果是一半半 你就是网路上去买一下 这很简单 这个网路书店 是要问一下土壤与肥料 杨秋宗老师的解决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很容易就可以 这个给他 来给他 拿到 那么 那么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如果没那么麻烦 你也可以去上网 这种中华肥料协会 中华肥料协会 它有一些讲义 它那些讲义 它通常是不用钱的 它有编一本 我手边是有一本的 网路上就拿到 不用钱的 这个101年度肥料生产技术 与应用 讲习班 它有它的资料 这个里面 它就教你 这个化学肥料 有机脂肥料 微生物肥料 这都是这个生产技术 然后还有什么应用 生产我们不一定要知道 但是呢 这个应用 这个应用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去给他 拿来给他参考一下下 这个是一个类似像讲义 比较简单 但是这个就没有一个聚焦 这个杨老师一本写 就是说你要是买回来 现在出到第九版 你买回来 把他放大民生兵 晚上就给他翻一翻 这个想到 他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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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有趣的 你不要一次看完 一次看不完 一次看不完 一次要把它看完 你看到前面 就忘了后面 没有那个壁 我现在想要知道 你看那个木路 里面有什么东西 你就去给他回头来看 我是更推荐 日本的肥料 土壤与肥料 你可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如果最近 你如果说到肥料的部分 想要知道 什么是怎么做 什么 这都是一个 我们有说过 有一个中华肥料协会 这个协会里面 他们有 变一本 变一本 讲义 这个讲义很不错 这个里面 有化学肥料的生产 有基脂肥料的生产 生产的技术 然后它还有应用 教你这个东西大概怎么用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就比较专业一点点 如果你看过后 你就会说 阿博 你在讲 这样而已 也没有很厉害 差不多 讲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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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200多年来 差不多就是这种 经过的一个 这个过程 这个会稍微有 比较偏重在肥料的 这个生产这部分 有的人看不下去 这个正常 这个很正常 这个很正常 但是这是一份很好的 我个人认为是一份 非常好的一个资料 你也可以去了解说 翻义这个肥料是怎么来的 我们要用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 这个大体上 有一种 这种 这种 这种情形 所以这大概 给你做一个 参考 那么 基本上 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 一个资料 我都推荐很多人去看过 甚至 有的人 有的人 翻做简体版 把这个 里面我们用的 这个 台湾的这种名称 他把它换做 换做 是这种 这个 大陆习惯的 一个用语 这个很受翻译 这个 所以 大体上是这样 所以你稍微做个参考 大概是 有这种 一个资料 资料 很多 如果 为了省钱 你的网络去找 如果要生书 就开达百口 买一份土壤与肥料 杨秋宗老师的 这个 那么 这个就很简单 很紧 你就会去 就 很容易 反正 我是觉得 这本书 其实 算是 比较 深入 浅出 他这种 对着 我们不是 专业的 没有这种 专业的 知识储备 例如说 你没有一步一步 砸起来 想要做一步 去了解 途中和肥料 这是一个 很好的工具书 你买一本 放在面前头 一天看 看一张 看两张 想到要查什么 就给他 看看 了解一下 你的地性 有很多事情 可以让你突然间 你会发现 一切豁然开朗 大概是这样 让你做参考 让你做参考 我可以做参考